亲爱的国王,我们的女儿真是太漂亮了 是的,亲爱的皇后,而且她也拥有跟你一样漂亮的金色头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来人啊,我的女儿不见了 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找到公主 是国王 他们还不知道你的头发有让人永远年轻的能力? 你就乖乖的成为我的药材吧 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保持年轻了 哈哈,那么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了 尊敬的国王,我们搜遍了整个王国,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公主的下落 尊敬的国王,我们搜遍了整个王国,但仍然没有找到公主 尊敬的国王,我们搜遍了整个王国,但仍然没有找到公主 妈妈在下面,把你的头发放下来吧 好的妈妈,你等一下 长发公主,你的头发都这么长了 而且还很漂亮,很柔软 是吗? 哦,对了,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可以出去吗?我想去公园玩玩 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一个新开放的公园,而且很漂亮,我好想去看看 长发公主,你不能出去,外面有很多坏人,你只能呆在家里 好吧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必须抓住他,他竟然敢冒充王子 你们是抓不到我的 我得先找一个隐蔽的藏身之处 我这是到哪了 这是什么 这里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藏身之处 但是这个房子没有门,我怎么才能进去呢? 有人来了,先藏起来 长发公主,妈妈在下面,把你的头发放下来吧 原来又这样才能上去 我真的好想出去玩啊,可是妈妈不让,如果不听妈妈的话,肯定又会挨骂的 长发公主,长发公主,妈妈来了,快把你的头发放下来 啊,妈妈,她为什么要回来 竟然上来了 好困啊 哇,你醒了 快说吧,你是谁,小偷吗?竟然还敢模仿我妈妈说话,好大的胆啊你小子 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在这里躲一躲,因为有卫兵要抓我 你还说你不是坏人,如果你没干坏事,卫兵怎么可能会抓你? 我是邻国的王子,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强盗,迷路了以后才来到这里 他们后来认出了我,所以就来抓我 我也是为了躲避他们,请原谅我冒昧地进入到了你的房子里 她好可怜啊 长发公主,妈妈在下面,把你的头发放下来吧 不好,妈妈来了 你快躲起来,如果我的妈妈看到你,她一定会杀了你的 啊,那我该藏在哪里呢? 待在那里不许出来 你在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把头发放下来 对不起,妈妈,我刚才睡着了,没有听到你来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忘记拿什么东西了吗? 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明天有事所以不来了 我不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出去,最近外面出现了很多坏人 我明白了,妈妈 你可以出来了 我妈妈已经走了,很抱歉把你关在里面 你妈妈为什么会禁止你出去? 她说外面很可怕,还有很多坏人 那不是真的,其实外面的世界很美丽 而且还有一个新开放的公园 里面特别的美 真的吗?我特别想去那里玩 这里好漂亮啊 长发公主你准备好了吗? 我带你去开心一下吧 今天玩得好开心啊 一条玄人启示,请找樱花公主 听说樱花公主很小的时候就丢失了 这么多年了,国王和王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她 有的人说是女巫把她抓走了 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国王有命令 如果谁找到公主就会获得一大笔赏金 听起来很不错 希望她们能早点找到公主 妈妈,听我解释 你竟然敢不听我的话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能出去吗? 看我今天晚上怎么惩罚你 还有,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是谁? 妈妈,你听我解释,这不是她的错 是我自愿和她一起去的 我们只是去了一趟公园 我要杀了她 看看她把你都迷惑成什么样了 她会给我们添麻烦的 妈妈,不要啊 我现在就让她走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见她了 她的头发是让我永远保持年轻的宝贝 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她的魔力 难道你就是她们所说的巫婆 原来谣言都是真的 对,长发公主 你就是那个国王苦苦寻找了十几年的樱花公主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我也没必要留你们了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樱花公主的 如果你想伤害她 那就必须先打败我 别再打了 如果你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头发 那就别说别的了 我把她剪下来给你就是了 你千万不要伤害她 不,不要那么做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这样你满意了吧 现在你就不需要我了 你以后也不能把我锁在这破房子里了 我现在要回我真正的家 我现在要回我了 我带你回家吧 公主 你的家人见到你之后肯定会很高兴的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女儿你终于回来了 我讨厌你 你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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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家人 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的家人 我讨厌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